五一人杯米蒸饭在学校的那些年,你还记得吗?五一人,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带菜上学的日子吗? 九十出的孩子都不会陌生,现在回想一下,回味五穷,那时候,家离学校远的,就寄读在学校,给五块十块的都是土豪家庭,后来上了高中给五块钱,现如今给孩子们一千块一个月都嫌少,一般只有周末才回家一次,冬天没暖气,夏天没空调, 日子那叫一个苦,最常见的有萝卜干,咸豆子,盐菜,梅豆腐,干鱼块,羊姜,榨菜炒肉都是比较下饭的咸菜,不过现在已经吃不出原来那个胃了,那时候,最难熬的是冬天要用冷水淘米洗饭和太阳出来,手上的冻疮又痛又痒,斗鸡应该是男孩子们小时候课间时间最喜欢玩儿的游戏之一了,那时候总是因为一场比赛的胜利笑得格外开心,一大袋子玻璃珠子, 是小时候的宝贝,在地上划线为界,谁的玻璃珠被打出去救赎 沙 Lust 沙? 那苞瓷 那 vähän 勾根